最新一集《山系咁行》 由我文山帶大家去到香格里拉酒店 Staycation 除了帶大家room tour 城景房之外 還吃自助餐、晚餐和早餐 帶大隻龍蝦超正豆 想知道今年生日過程點? 去片就知道啦! Hello!我是大頭文山 歡迎收看《山系咁行》 知不知道我現在身在哪裡呢? 我現在就在香格里拉酒店 今天其實就是要慶祝我的生日 所以我們就來到Staycation 現在我就會帶大家去到這裡 究竟有什麼玩呢? Let's go! Hello!不如在山系咁行 話說今天就是小妹的生日 所以今天就會去Staycation 今天的目的就是香格里拉酒店 但你看到我每一年的生日都下雨 之前還要有黑雨 但今天已經算是小雨了少少 現在我們就準備去酒店了 Let's go! 我先遮擋著前面一屍 我們現在就去到香格里拉了 黃雨 幸好不是黑雨 因為我之前是黑雨的 我們現在先看看現場環境 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都很大 創手都很別致 看著吊燈都有一種貴賴堂皇的感覺 我們排隊登記入住之後 當然要快點上房 我呢 這裡 是這裡 是這裡 WOW 好了 那我們現在做room tour了 那我們 好像一角落 好大雨 好大雨 剛才是非常之大雨 我們換了拖鞋才進來 因為對面已經濕透了 好了 首先一進來 就會見到非常大的空間 大家可以見到一張大的雙人床 有梳化 還有一個文具桌 這裡都可以坐一下 看看外面的景色 雖然今天是浪魚 但也可以給大家看看城景 我們住16樓 我看到外面的人都在看著我 還有一些喜字 應該就是 在這裡出門 結婚 這個就是城景房 看不到海景 其實也可以看到對面 還有一些Happy Birthday的字 可以看看這裡有些什麼 這裡有Capsule 有些是可以做咖啡 好 櫃桶方面其實都沒有東西 這裡就有些茶包啊 糖啊等等 還有一些是用具的茶具 然後呢 看看這裡 有個雪櫃 開這邊是沒有東西的 好 那我們繼續開櫃桶 其實都沒有東西的啦 對了 沒事了 然後我們就去衣櫃 他有一些睡袍 其實是我們預訂了一個飲水的 剛剛check in的時候 他也有說 其實我們留45分鐘可以幫他泳池 我們就選擇了明天早上去 我們就換好泳衣 就可以穿這個睡袍下去 哇 有遮掩 還有燙豆啦 燙衣板啦 那這裡呢 還有枕頭的 然後呢 就是鞋櫃啦 那剛才我們呢 急不急就換了一雙拖鞋啦 那這裡呢 有夾蠻啦 還有一些櫃桶 那樣的 對了 都是沒什麼的 那我們呢 廁所呢 其實呢 噔噔 其實我覺得都挺大的 那他呢 就有一個棋缸 還有一個浴缸 而且呢 就有一個浴缸 大家看到嗎 那我們呢 我們呢 經常都很喜歡浸浴鹽的嘛 所以呢 其實浴缸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所以呢 這裡有個浴缸就可以 哇 浸浴了 那接著呢 還有一些毛巾啊 廁所啊 那還有呢 這裡都一應俱全的啦 哎呀 有橡筋啊 嘩 重要啊 這個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少酒店會提供橡筋的 啊 風頭在這裡 希望這個的瓦力夠啦 Pattersonic 2千喔 是不是OK啊 因為我的頭髮都知道挺厚的 那今天的room tour呢 就差不多了 那其實呢 這個package呢 就包一個晚餐的自我餐 和一個早餐的自我餐 那一會呢 就會告訴大家 晚餐的自我餐有什麼好吃的啦 之後我們就去祝健身室參觀 人流都不算太多 器材都幾新 和幾齊全家 相信在這裡做gym都是一大享受啊 之後6點半就開始晚餐自在餐時段啦 這裡的選擇都幾多的 有海鮮 沙律 天婦羅 燒味 車仔麵 印度薄餅 點心 壽司 即製意粉 麵包 不同種類的熱食 甜品 甜品 雪糕 水果等等 真是令人花多眼淚啦 幾個小時後 就吃完晚餐自助餐啦 其實呢 本身也想在樓下拍 但是呢 因為我們被分中一個人潮的位置 後面有很多人出出入入 加上收音的問題 所以我看下面就是拍照 所以食評方面 就想回來 靜一點點的房間 去告訴大家 我覺得呢 香格里拉的晚餐自助餐的選擇 是非常之多的 真的要有的東西都有 而沒有想過有的東西都有 我自己首先在桌上 其實看到有兩個籌碼 每一個籌碼 其實就可以換半隻龍蝦 也都是因為 由於龍蝦不是任狼的關係 所以呢 我覺得龍蝦的解雪功力是不錯的 即是沒有什麼雪藏的味道 而且那些肉也是挺實的 而且都是一梳梳 而且那些膏也挺好吃的 另外蟹腳其實也挺有鮮味 第二個經驗位是 它竟然有燉湯 平時我們吃自助餐 可能是自己拔的 然後呢 它是一粽粽的 那湯是什麼呢 就是猴頭菇加蟲草花 然後我喝下去 嘩 超鮮 超級濃郁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之真材實料 我簡直是連裡面那些肉 我都咬了 因為它是弄得很軟 那我覺得是真的很好喝 但是呢 它是放得很隱蔽的 因為呢 它是正常 其實是會有一個牌寫著 有什麼湯啊 這樣 但是它完全沒有 但是真的很隱蔽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找到這個湯 我覺得是很好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呢 它有些織製的食物 那車仔麵就不再說了 因為 其實一般的自助餐都會有的 不過它有三種湯 大家可以讓你選擇 分別呢 就是雞湯 巧克湯 和喇沙 選擇性是多了少少的 那另外一邊箱呢 其實呢 我沒想過呢 意粉、長通粉都可以織製 那我剛才呢 就試了一個呢 就是意粉 就是番茄汁的 都是自己選擇材料 那我覺得呢 其實都做得挺好吃的 因為其實我看到它呢 又加了一些芝麻油 然後呢 火在那裡烹一下烹一下 然後我吃下去 我都覺得 都挺正的 那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挺加分的 那還有呢 就是甜品方面 我都會覺得 都是超級多選擇的 小的蛋糕也有 大的蛋糕也有 任君選擇 那甜品方面呢 還有不得不提呢 其實就是燉蛋 那個蛋香呢 是非常之濃郁的 所以呢 我覺得熱熱的這個甜品 都有啦 那我自己覺得呢 都是挺喜歡的 整體來說呢 其實我都會推薦大家 去吃這個自助餐的 那 因為我覺得都 選擇性不多 吃完之後 真的會有一種大滿足的感覺 那 我自己其實都挺期待 明早的早餐 究竟有些什麼吃的 那 明早再分享啦 拜拜 早晨啦 剛剛就睡完一覺啦 那現在呢 我們就去吃早餐啦 那話說呢 我的頭是亂的 因為呢 它這裡沒有梳啊 那所以 啊 算了 我的頭好像有點奇怪 那一會兒就告訴大家 早餐有些什麼吃啦 我們大約9點3 就拿著早餐圈 去吃早餐自助餐啦 店員就安排在我們坐窗面的位置 早餐方面有麵包 麥片 沙律 芝士 煙肉薯餅 各種熱食 包括銀針粉 炒飯 話話菜等等 即製蛋類 點心等等 A few minutes later 好啦 剛剛呢 我們就完成了早餐的自助餐啦 那其實呢 我自己都覺得呢 那個早餐方面呢 其實呢 就沒有晚餐那麼豐富的 那其實它本身呢 就分了三個time slot 那我們在check in的時候呢 其實就選了9點3的time slot 那它就給了兩張早餐券我啦 那而我們呢 就可以吃到10點3的 那但是呢 最終呢其實它也是10點半 就要我們離開啦 那其實我下去的時候呢 因為其實呢 本身呢 我們這個time slot 是最後一個time slot 下去呢 其實是 哇 第一回合是完全沒有食物 我走了一回合之後呢 其實是 都不太能選到的食物 還有我估計呢 因為9點3應該是 最多人的time slot 所以 其實很多位置都要排隊的 那 首先呢 其實一般酒店呢 都會有一些即製的蛋類 那我覺得呢 它的蛋是豐富的 因為呢 它有6個材料啦 可能平時都只有3-4款 那它有6款啦 還有它可以選蛋類的 那我自己呢 就叫了鵪裂啦 會說太乾啦 那我覺得都是好吃的 另外我覺得好吃的地方呢 就是車仔麵啦 那其實前一晚呢 我也有吃車仔麵啦 那今早呢 其實呢 都有吃的 那今早就吃了這個 韌針粉啦 加這個雞湯啦 那它也是 跟前一晚的湯大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雞湯其實都不錯 都挺清的 那小明師哥哥呢 其實就選了這個 這個雞湯底 不過呢 他就覺得呢 太辣了 不太夠奶味啊 但是呢 其實他覺得車仔麵是好吃的 那另外呢 其實它呢 也有一點點心啦 那點心方面呢 其實呢 哇 它是有一籠籠一籠籠的 那全部人呢 就一直這樣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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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其實我一開始下去的時候呢 我看到那些人呢 掀啊掀啊 全部都是一胸 但是呢 後來呢 它就refill了的 那我看到呢 它有燒賣啊 或者是牛球啊 那我覺得都挺好吃的 尤其是燒賣 我覺得都挺不錯的 那就完成了我們的Staycation之旅啦 那其實我們香格里拉這個package呢 就是呢 住一晚的城景房 兼且呢 就包一個的自助晚餐 和一個的自助早餐 那其實本來的價錢呢 就是二十三元左右的 但是因為呢 有這個銀行信用卡的回贈 所以呢 我們最後好像是二千元買單的 那其實都挺划算的 那其實都挺划算的 首先說一下這裡的好處先 那其實我覺得呢 房間的空間感是非常之大 那另外呢 我覺得都是新製的一些東西 那也是高級的 那但是呢 壞處方面 首先第一就是呢 我是沒有梳 現在我的頭是很亂 啊 第二呢就是 其實本來呢 我們是有預訂到這個有飲池的 但是我們最終沒有去到 為什麼呢 我們在check-in的時候 其實呢 都跟酒店師員說 其實是否有有飲池加 那他就說 是呀 在最底層和gym room隔離的 但是呢 一個time slot 就只可以surf8個人 但是我心想 這8個人 那麼少 然後呢 我們昨天去gym room參觀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泳池了 那泳池呢 是真的非常之小 看一個室內池 但是看到之後呢 其實又沒有什麼地方坐 所以我們都沒有去 反而其實我的gym room 雖然沒有享用過 但是感覺的器材呢 都多和新的 另外呢 因為呢 其實今次呢 是慶祝我的生日 我覺得呢 這裡的職員呢 都是非常之貼心 除了呢 就送了 Macaron Browny 和蛋糕之外 我看到他呢 都有手寫到一些生日卡的 那我覺得呢 亦都增添了一些人情味 另外呢 其實我自己都挺喜歡 廁所鏡的 因為呢 那塊放大鏡呢 你是可以看到自己 面部的細緻位 那我自己化妝啊 或者戴抗呢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個浴缸和旗缸 分離 那有兩個位置 那我可以浸完浴之後呢 又再洗澡呢 那其實都挺爽的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都算不錯啦 那還有 地理位置方面 都比較方便啦 那所以 那這次呢 其實都煮得很開心的 那希望呢 這條片可以幫到 想煮香隔離拉的朋友啦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按以後一部新片 就大家時間通知你 還記得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下集 生日感行再見啦 拜拜 拜拜